為安南區發展勤命 因為目前在我們的羅里門在中石化的部分 那邊有九公頃的土地被化成古蹟 那這裡面有種種的問題 包含說很多的居民來跟我反映說 原先住在舊宿舍的那些居民 現在因為中石化被化為古蹟 正行 他們不開心才會把那個圍裡整個圍住 讓那些居民沒有辦法繼續居住 那從我們安南區的現況 我們目前的面積有107000公頃 那人數應該現在比較增多 將近19萬人 那改為就是 改字為縣霞市 全台灣最大的一個四霞區 那區內土地作為農業使用有2449公頃 那餘溫使用有3022公頃 那客工區使用的部分是709公頃 那野生保護區約523.848公頃 那幾乎是占整個行政轄區的一半 那西班部有大片的餘溫與生態保護區 那在公共建設的部分 就是在園台南市啊 各區是最為落後的 那經濟蕭條 然後人輕人缺少的就業機會 然後導致外流非常的嚴重 那在安南區未來發展的契機啊 就是盡速然後可以通盤 那國家公園遊客中心之啟用 然後推動生態旅遊及知性之旅 那第四個部分就是 入耳門天后宮發展宗教文化 那在忠實化近300公頃的土地之活化利用 那忠實化現在啊 他們就是有編列預算 去計畫他們的一個亮點計畫 那裡頭的部分 忠實化在民國101年 曾花費近千萬 以永續社會公益市府亮點 然後委託台南市的一個工程顧問公司 及浩宇工程顧問公司 進行台南市安南區的十五 工十五及臨近所有土地的發展規劃 那他在規劃的裡頭啊 他分為四塊 一塊是工十五的東側 一個是工十五的西側 那一個是舊社區 舊宿社區 然後一個就是安順廠的部分 那在發展的定位的部分啊 就是醫療的文化城市 包含提升全區共共設施及服務水準 那工十五的部分啊 他們是以醫療產業 那醫療旅遊 集會議商務 那台檢舊社區的部分 就是以文創 文創園區 那安順廠的部分就是環教中心 那在冰水 環教中心以外 還有冰水油氣 那等等的活動 那由二樂區之外的發展 也提出了一些回饋地方的具體作為 那在最後這個部分啊 他們有分為 就是進行中的計畫 以中期發展 及長期發展的部分 那現在目前啊 我們被設為古蹟的 這個舊社區的部分 它是跟安順廠 就是為進行中的計畫 那醫療的部分啊 他們是屬於中長期的計畫 那這個區域這樣看來啊 在我個人認為 因為中石化 他投入了那麼多的經費 那他也是想說 中石化在路爾門 因為有這一些的問題存在 導致說 他的土地 一直沒辦法去起家 那既然人家中石化 現在有這麼好的計畫 那市長的看法說 如果他們這種的計畫 在我們市政府 市長就是您感覺 這樣的計畫對市府 或是說台南市有什麼的幫助 是 感謝理議員 對安南區發展的關心 其實我們的理念都差不多啦 就是為了安南區的發展 要是整個台南市發展 台南市政府應該要投入必要的建設 所以就安南區來說 人口有那麼多人增加 那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建設的結果 包括亞太棒球訓練中心 包括鹽雪溪 外數道路 包括台江文化中心 還有包括二等七號 斬斷的延伸 還有新極工業區的開發 九分子的重劃 等等核順寮的區段徵收 土城高中圖書館的興建 等等 大概有十幾項 我們投入了幾百億 對我知道 市長 不好意思 因為現在目前這個計畫 我接下來就是要回答這個 那我是肯定 李議員為了安南區的發展 然後特別介紹中石化的計畫 不過我要在這個地方建議中石化公司 就是不要捨本築墨 所謂不要捨本築墨就是說 它對這個安順廠這個污染 都還沒有做好 然後就想要就把其他的土地去做開發 我當市長是不可能贊成的 那我為什麼說它中石化的污染 沒有盡心盡力呢 第一個 它只是把污染的土 土壤移到它的廠內而已 那本身污染的土壤 連一吋一分都還沒有把它去除掉 換句話說 它就整個污染的工程是零零 沒有任何一吋土地 從污染變成乾淨零 第二個呢 對台南市政府給它的開發單 它每一件都去訴訟 態度非常惡劣 第三個 化為古蹟的房子 歷史建築的房子 叫它提供給居民共享 來那個創造雙贏 它也不願意啦 然後呢 對長期以來 對居民健康的影響 居民不得不走上法院 好不容易經過這麼多年 法院判決下來 我叫它不要上訴 它還是要上訴啦 對這種公司不必聽它講話 我們議會跟市政府要合作 他現在你化成就是古蹟之後 議員我真的是不願意公開這樣講 不過今天議會提出執行 我有責任跟市民講 這家公司是我看過最惡劣的公司 我當市長實在是不宜這樣講 但是我必須要跟市民知道 他對整個污染的這個進程 零進程 只是把污染的土壤 由這個地方移到廠區內 這樣子而已 已經搞了 從許市長開始到我市長任內 前後已經十年了 一處什麼叫做先驅計劃 零進程 每一次就是要談開花 對自己應該要做的事情都果足不全 態度惡劣 這種公司我是覺得議會跟市政府 應該要合作 OK 那如果像市長您說的這樣子 我相信市政府跟我們議會 當然因為真的我們市民的權益 以及我們市民所有 應該要給他們的 我們也要盡全力去處理 那因為現在目前就是卡在 忠實話現在目前跟我們是在訴訟中 局長 是不是在古蹟的這個部分 跟議員報告 目前還在訴訟中 對 那你知道裡頭 其實他們有提出相對的一些問題 那在後面這邊我會持續的再簡報下去 那針對問題 局長 我請教你的 那再請你一一回答 讓他們有一個完整的答案 至少說他們不會去針對居民 還是我們的地方 做一些強制的一些動作或是行為 這樣OK嗎 那我先從台檢救宿社 強制指定為古蹟的這個部分 然後在他們的亮點計畫 就是在文化局長 就是極少跟委員會主導之下 在104年強制將9公頃 圓台南就是圓台檢救社區的土地 指定為古蹟 然後制止就是他們說的 他們的亮點計畫就停擺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其實他們公司真的是非常不夠誠實 怎麼說呢 我們為了讓整個區域跟文化資產的保存 可以共贏 所以當時候我們也特別邀請都發局 甚至環保局 我們有召開一個跨局處會議 針對他要整體去做規劃 請他來做簡報 那他來了一次 簡單的講了一下之後 說他要委託規劃公司 來進行比較詳細的規劃 我們也特別找我們的古蹟審查委員 特別一項一項跟他討論 哪個地方可以怎麼樣來使用 哪個地方是比較有文資 文化資產價值的部分 都去做過討論 所以剛剛您所提出來的 他們說哪個地方要做什麼文創 哪個地方要做什麼 其實當時候他也是這樣 我們圍得對 到外面都沒有照樣做 照外面都沒有這樣做 所以他們的計畫跟他們所說的 所做的都是不相同的 後來我們也直接請問他那家規劃公司 他說後來他們公司 也沒有跟這家規劃公司簽約 所以這個部分根本對事務來講 我們都被他蒙騙了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也利用這個機會 跟議員做這樣子的一個報告 OK 俊錫 就是我剛剛有提到 因為我們安南區這個附近的居民 長期受到這個中石化 台間廠的污染 裡面代澳性的濃度很高 對他們的身體傷害很大 知道 本來公司理應做出賠償 可是他們不願意 所以居民只好對付公堂 好不容易也已經判下來了 這我知道 我要求他們不要再提起上訴了 因為你如果官司在打的話 到時候污染的人都死掉了 遲來的正義已經不是正義 可是他們不肯 現在新政我已經上任了 我會要求經濟部不可以提上訴 放棄上訴 今天利用這個機會 我也在跟中石化喊話 如果經濟部不再撤回上訴的話 那我也希望中石化不要 讓這個官司就這樣底定下來 然後呢這個錢就賠給受傷害的民眾 讓他們能夠得到補償 不要等他們都過世了 然後官司裁員 那時候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 特別請李議員也可以轉告中石化的公司 好的 那局長我們接下來的部分 就是他們有提出 104年11月7號 那時候對媒體表示 就是指定為 試定骨機 然後未進行宿舍區的調查研究 然後審議時 然後也違反中央的一些條例 那在為邀請文資資產使用人 然後管理人程序支建議 那你覺得這是合法的嗎 跟議員報告 其實他寫的都不對 我們的文化資產審議 其實是非常嚴謹的 一定是現場會看 委員要去現場會看 然後開會 開會一定會通知所有全人 到會來說明 來了解 讓委員可以跟所有全人 有對話的一個機會 所以其實他們公司 有時候就只是派一個 當地的駐場的人員來參與而已 其實他對我們委員會 是非常不尊重的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也利用這個時間 跟議員做這樣子的一個報告說明 OK 好的 好 那接下來 就是文化局加民國42年建的宿舍建築 然後及52年活災後重建的宿舍建築 然後因為他的現況真的是非常的糟糕 那就是很多的問題啊 那就是他們所提出的 指定為四股基辅和文資的第三條 以及細則第二條第一項所文明列舉的 第13項目 就是他有達到那個標準嗎 一般列為文化資產 不單單只是針對他的建築形式 還包括這一塊土地上的一個歷史 或是人物的一個價值等等 所以根據委員會的討論 不只是針對他地上物的這些建築去指定而已 還有他所謂的忠實化過去的一個歷史 那做了整體的評估去匡列了這樣子的一個古蹟範圍 所以不單單只是針對建築物的本身而已 那加上這幾年其實他們對於這些歷史建築古蹟 並不是非常妥善的去維護他 因為我又去過現場了 他又沒要照顧嘛 所以身體就越來越壞 那因為那時候他沒有列為古蹟 他也沒有想那麼多啊 是不是 那現在我們列為古蹟之後 我們有沒有去現場看 那個狀況 有有這個都有會議紀錄 這個東西絕對都是有會議紀錄佐證 這個委員都是一一去那邊健康的 我幫你報告一下 你現在目前他這些已經頹廢的 然後他整個未完整性的這一些區域 那未來我們市政府如果入圍是古蹟的時候 我們也要去配合說讓他恢復原狀或是說要去改善目前現況 讓他未來是變成一個觀光景點嗎 目前 這是大家共同期待的 對 我懂 也是地方大家期待的 所以現在其實我們也要求他針對比較危險的部分 你要趕快去加顧他 但是他們現在就是認為說我現在還在上述當中 對 所以他就比較用比較消極的方式 整個圍起來嘛 圍起來的座星 譬如說救護車等等出入的一些不便 所以當時候我們也立刻跟他們去做協調 你還是要把一些所謂的重要的一個通道 把它規劃出來 不可以圍到死這樣就對了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有跟他們公司有特別去會刊討論過 好的 那在下一頁就是未經過調查研究啊 就是未將42年的台檢員工宿舍 然後冠上日志 就是中淵珠潮市會設台南工宿舍群 然後將這個他們認為啦 這個是無歷史文化也藝術科技科學價值 卻不堪使用的之紡式宿舍建築 然後我們指定為古蹟 那 好了 局長 你說那東西我們要不要把它列為古蹟 那你可以給我一個完整的 那個流程 過程都準備一些資料給議員做參考 你要讓我們知道說你現在把它化為古蹟 那它是用什麼 要有一個理由嘛 那是什麼理由 讓他們有一個覺得說 你既然給我畫這個古蹟 但是你直接也要讓我有一個好的理由 讓我去接受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 這些資料還有委員的審查 其實都很嚴謹的 包括一些調查等等 都有做 我們都還是嚴副市長帶隊去現刊的 所以我想這個過程 我想是非常完整的啦 OK 好 那在最後這個部分 因為他們現在就是覺得是文化局 我們業局長及我們少數的文資委員 一就是濫權及私心自用 然後檯檢宿社區被指定為試定古蹟 那就是在文化局啊 他們認為說 我們是未經過調查研究啊 無法提出古蹟修復的計畫啊 然後更無件 就是無修件的經費 那忠實化為近20萬的股東之權益 除了第二次訴訟之外 也進行行政訴訟 然後他們目前也像監察院陳情有 就是這個部分嘛 那如果局長 您可以把整個程序 以及說我們把它化成為古蹟的這些相關資料 然後你把它全部都呈現給本席 然後讓我也有一個東西跟他們解釋 那像市長說 他目前的污染問題 我也會進一步跟我們市府合作 看是不是可以幫我們當地的居民 或是說等等的污染狀況 我們進行一個改善這樣子 是 感謝李議員的協助 其實台南市的古蹟審議委員會 都是公正客觀獨立運作啦 我當市長不會去干預他們的執行 而且都經過嚴格的審議 只要我們有經過正常程序 對 這應該是沒有問題 合法合理 第二個我是認為 任何不是唯利是圖的公司 都不會堅持這一點 因為台南市是台灣文化的首都 不要說是歷史建築或是古蹟 對老房子的保護 貴議會的大會的立場 都是議員的花言通通都要求台南市政府 近期去可能保護這個老房子 甚至舊巷弄都要保護 對 沒錯 這是我們台南文化歷史的精神 市民這樣要求 議會也這樣要求 市長 我跟你拜託一下 如果說我們現在已經化為古蹟了 對 你給他為這個古蹟之後 那至少我們要去編列這個預算 看是不是說我們給他修整 修建還是 沒有 今天李議員 他是上市櫃公司 這個是他私人的產權 但是我們現在練了古蹟之後 理論上他對這個城市的貢獻 至少他也修理 你修理的部分 你按文化局也要同意 這個都是非常確定的事情 然後透過李議員你來議會質詢 我覺得他是非常不應該 而且誤導你 提供錯誤的訊息誤導你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不應該 所以今天如果是談到這個 這些房子我認為他應該 像一個上市櫃公司 不要唯利是圖 自己花錢把這些歷史建築 老房子古蹟修復完畢 然後提供給當地的文化觀光使用 但是文化局你也要出人 說我們要怎麼去把這些部分 把它維修好 跟議員報告 古蹟修復的程序 其實都是一個法定上的程序 要做調查研究 要做修復設計 我們文化資產管理處 會協助加以審查 這個部分我想 對忠實化來講 他不陌生 因為他自己本身 目前裡面就有一棟骨機 已經都修復好 現在還在當辦公室使用 所以這個程序對忠實化 其實他是很清楚的 他不是完全都不清楚 那現在我們目前是第二次訴訟中 那第一次的時候是我們 台南市政府贏嗎 他先跟文化部做訴訟 他認為範圍太大 荒劣的範圍太大 所以文化部有下來了解之後 他把一些認為說 比較不屬於他既定的 古蹟本體範圍的一些空間 他把它縮減了 縮減 那但是有縮減的一小部分 但是忠實化還是不滿意 所以忠實化現在在做第二次的 第二次訴訟 是的 OK 所以如果第二次訴訟 結束完畢之後 就可以確定說這一塊土地 到底是不是我們市府 列為的古蹟範圍嗎 是這樣嗎 還是目前已經是了 目前我們已經把它公告了 那只是說他在上訴的過程 當中 那上訴的結果如何 這個我們要看他上訴的結果 不過我想 基本上我們整個區域的劃定 不是針對單一 動的建築去劃定 因為那不意義 因為它是 整體的立書文化的重要性 不是那種建築的重要性 這樣而已 OK 好的 那到時候局長 麻煩你把相關的資料 呈上來給我這樣子 會的 OK 好的 那市長 我現在要跟你們探討 就是說 在專政教練的部分 就是之前有跟市長提出嘛 就是說我們縣市合併到目前為止 有五年 都一直沒有增額 那依我所瞭解 現在我們台南市交易局這邊 有預定十一個正式的缺額 這個部分市長你怎麼知道 因為這個我們要振興體育嘛 讓台南市成為一個有活力的城市 所以我們認為應該要增加專業的運動教練 那目前增十一個名額 市長知不知道 我知道 但是我們這個要分配在哪裡 我是請教育局去做專業的這個規劃 OK 我並沒有去指定說要放在哪裡 我知道 是不是可以請陳局長跟你說明 我現在要讓市長聽說 這材的名字市長怎麼知道 就是目前 我有指示他們去增加專業運動教練的人 但是不知道幾個名額 我沒有特別去說要幾個 或是要增加哪一個單項 沒有 因為現在我們交易局是預定十一個嘛 對不對 議員我補充一下好嗎 就是其實市長非常支持 這個專業教練這個案子 市長你請問 那我們現在規劃的就是說 我們在正式的專業教練這個部分呢 我們會分年來補足 沒關係 市長你讓我知道說 我們沒錢 到底有幾位 這樣就好了 好 那我跟您報告就是說 我們原先有二十嘛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規劃呢 正式的專業教練會增加十五名 那十五名的部分我們是分年補足 那您剛才講的十一名是 是今年嗎 預定今年 預定今年 確定了嘛 現在是已經在簽成了嘛 我們現在在簽合中 是 OK 那市長我直接先跟你拜託啦 因為確定是十一位了嘛 局長也說是十一位了嘛 那我希望的是齁 在六月底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簽過 那八月的時候讓它審核完畢 九月的時候都要好開行嘛 會有一個連結嘛 時間上我們可以來配合 對啊 我的希望就是說 我們大家探討出來這個時間 所以在九月之前 我們看可不可以把這十一位 把它簽訂通過 那九月剛好開選嘛 有一個連結嘛 不要說我長九月還要等到二天的時候 再打過這個時間 好不好 九月的時候 希望局長加把勁 趕快把這個十一位的缺額 雖然說十一位真的不夠啦 但是有總比沒有好啦 所以拜託局長在十一位之後 可以再增加多少個 相信這是我們交易局要去努力的 是 因為之前我也跟您報過 就是呢 我們希望在開學之前完成 這也是我們努力的目標啊 對 所以我就是希望不要說 每次都是開空投資票啊 你直接不要讓我實質看到的東西啊 是 這個我們努力 好 那在我們這個 體育預算的部分 市長 我們優勢七項的補助啊 沒關係 市長你聽一下 我等一下還要請你起來 優勢七項補助的部分 每一年是一千萬 那在精英培訓的時候 它是每兩年編列一次 是一千兩百萬 所以優勢七項 這一千萬 這七項給的地方而已 那精英培訓 它是全運會金牌的選手 它才可以去 就是算去 就是不一定是全運會拿到金牌 它就可以拿到這一條的訓練經費啦 它是有可能還要通過一些審核啊 審定啊 它才可以決定說 它可不可以拿到這一筆經費 所以如果這兩項加起來 我們用每年一千萬 我們用兩年的時間 它是兩千 它每兩年 編列一次一千兩百萬 它兩年相處 一年 一千六百萬有算 市長你覺得 我們總共 台南市有九十二個單項 一年 才一千六百萬可以使用 而且它還有局限很多的項目 跟很多的標準 市長你覺得這個經費有夠嗎 是這個是外加的啦 就是我們有一個十年奧運計畫 就是希望 這十年後 在奧運的時候 當升起國旗 運動選手得獎是來自台南市 讓我們台南市余有榮焉 市長你很了解說 現在我們台南市的體育經費 不然是六都最好買的 包含其他館市的體育經費 都比我們還來得高呢 主要是說 因為我們本來 體育經費本來就有編列 我是因為 跟我們體育界 各位好朋友 大家共同討論的 我們應該要有一個奧運計畫 那這個經費多少錢 實際上是體育總會 跟單項 還有教育局 他們去討論的結果 就是對於值得栽培的 這些奧運的選手 他的年紀 他的項目 他本身目前的成績 然後我們給他培養 然後透過台南市的全中運 這個市運 還有全國的全中運 甚至亞運這樣的賽事 去做訓練 去做磨練 然後到最後 就是在奧運裡面拔肩 大概我們的計畫是這樣 那這個經費實際上 是大家共同討論的結果 那如果說 有需要調整的地方 我相信秉儀專業 還有秉儀客觀的需要 這個都可以來調整 因為目前為止 那我跟今天 那有時候省錢 真的是省過頭 沒有這個是外加的 我知道這是外加 但是你怎麼知道 沒錢 我跟市長探討一下問題 在104年 在全運會奪牌的 其他縣市的一個 訓練補助金 台北市 他拿到一塊金牌 他一個月 就沒做2萬里的金費 然後第二名是1萬8 第三名是1萬2 那在新北市的部分 他是你只要 你只要在104年 那年拿到金牌 他就是加碼20萬的訓練金 那在桃園 他也是跟他身為直下市 他在104年拿到金牌 是2萬 那銀牌1萬2 銅牌是8千 但是台南市 已經縣市和平到現在了 但對這些優秀人才 其實都沒有去顧及到 所以我們現在沒有 教練的流失 我們包含選手的流失 也很嚴重 是 那個李議員 其實你剛剛講這個縣市 他們固然對金牌 有更高的獎勵金 是為了對選手的鼓勵 可是背後還有一股力量 就是去挖掘各縣市的好手 對啊 所以說 但是我們這個10年奧運計畫 這意義不同 我們是要栽培本市的 有潛力的選手 一步一步上來 並不是說人家成績已經不錯了 然後利用金牌的獎勵金比較高 把外縣市的好手 人家多年栽培的人 把他吸引過去 我們這次意識是不一樣的 但是你要局長 不是 市長你要行俗課工 我們到底留不留得住這些選手啊 他會不會因為外在的一些吸引力 然後就造成說我看到 這能不能留得住有兩個面向 一個是李議員指教的 就是說台南市政府應該要努力要加強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教練也好 選手也好 那本身也有這個使命感 為這個城市 就是說如果說 好比說台南市各界 包括議會包括市府 對這個選手栽培那麼久 那麼多 那麼深 千萬不要為了短期的個人利益 就被挖走 如果大家都有這個榮譽感 這個使命感的話 那市政府當然我們做這個事情 就會比較容易 市長我們用嘴巴說 跟我們實際人不能做到 那個是差別很大 當然說我們自己鼓勵 我們拜託 我們給他困求 請他留在台南市 但是我看到這麼好的 煮完的時候 我們不會心動嗎 當然 所以說我們應該也要合理 其實我真的不鼓勵台南市政府 在經費上去跟其他縣市做比較 當然不要比較 但是至少我們不能跟別人 有那麼大的落差 你說的 你不要說 我每次拿金牌給你多少錢 但是在平常的一些 訓練經費的部分 是不是說 我們在普通時代 我們就好 我們不要說 你拿到金牌 或是說 你拿到好的身材的時候 你比較來顧及這些小朋友 這樣就不對了 這平時的訓練經費 剛剛李議員指教 那些經費的總額 其實都是大家共同討論出來的 我剛剛也講了 如果說平時的訓練 如果說有這個新的必要 增加經費的話 我會請教育局給予協助 OK 好的 那在下一個 那與其中 我們現在就是分為兩項 那在優勢氣箱的補助 跟精英培訓的訓練金的部分 就是我跟很多的 我們一些體育界的前輩討論說 他應該是可以合併使用 因為說 你如果把培訓金 精英培訓金的部分 你用在全運會訓練的那一年 其實意義不大 你是不是說 我104年結束 105年 106年 我們就要陸續的去 就是要有給他們這些獎勵金 還是說一些培訓金 給他們去訓練嘛 所以你集中在全運會當年 因為你年初千層 到年 已經要拖到超過三位嘛 那3月之後 剩每幾個月的時間 就要比全運了嘛 那你在這個時間點 是不是就會浪費掉很多時間 是 李議員 因為我支持的是一個 10年奧運的計畫 這個包括七項 這個優勢七項跟精英培訓金會 其實這兩個都是在 10年奧運計畫裡面 那你剛剛講那個細節 這個 我們是不是請教育局 後續再去跟相關的單位 OK 沒有 因為我想提出 就是說想要跟市長探討這個問題 因為那個細節上 細節上我就不是很清楚 所以可能要請教育局陳局長 或是體育處處長 後續去跟各單項大家來討論 好的 那沒關係 安A局長到時候會後的時候 我們大家再進行一個討論 我相信說 大家很多新生啊 包含主席在台上 他也很多心聲 因為小朋友 破了41年跳遠的紀錄 結果呢 我們市政府對他的重視 到現在都還沒表現出來 因為我補充說明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我們相關經費的這個編列呢 就陳如剛才市長所說的 這個是專案性的計畫的經費 那我們平常的訓 就是說之前已經原有的這個訓練的經費 其實還是存在的 包括給各單項協會的這個部分呢 單項委員會的部分 也都是每年都有固定的編列經費 那另外就是說呢 我們除了這樣的經費之外 我們呢也申請教育部的那個 基層訓練站這樣的這個經費 那之前議員您也非常關心 就是說我們基層訓練站不應該是 想要設就設 應該是要有這個 全面性的 對 所以我們今年也做了一些檢討 對於那些比較沒有這個績效的這個部分 我們也做了一些調整 也是希望說在有限的經費裡面呢 我們可以做更多更有效益的這個事情 那這是訓練的部分 那另外我們獎勵的部分呢 其實像我們每年不管是全國運動會 或是這個全民運動會或是全中運 其實我們每年發的獎勵金 其實是蠻高的 差不多都三四千萬以上 所以這個我們也希望說 透過這樣的獎勵金的方式的發放 來鼓勵我們現場的這個孩子 能夠呢那個就是說讓他激勵他 讓他在運動這條路上呢 能夠走得更持久這樣子 OK 那因為我所了解的經營培訓的部分 當然有全文會 也算出成能選手才頂得到這筆費用 那像局長你才說收工耶 我們一年確定有多編列三四千萬的預算 是要給這一些基層體育的選手 有 有啊有啊 這都是立行性的經費 確定有嗎 對 這是立行性的訓練經費 高中的選手也是很優質的啊 他也是有機會去比全運會的啊 是好這個我們會再來評估喔 那我們就說在資源上 尤其是我們把那個基層訓練站這些相關的資源 再去做跟單項委員會這個部分 我們都再來做一個整體的 OK 那局長我現在要跟你談談 就是優勢氣象的這個部分啊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再進行檢討 因為目前我知道104年全運會的部分 優勢氣象拿了六塊金牌 但是其他的項目 偷偷拿了二十塊 那是不是我們應該要把這些 其他的金牌數比較多的那個項目 我們也可以把它列入嘛 我們讓它有兩年兩屆三屆 看它的成績不錯 就是說我們一樣把它納入為優勢嘛 好 這個跟議員報告 當初因為我來局裡面之後 我了解說為什麼我們把這七項呢 列為我們的這個優勢項目 主要是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說原來在我們台南市 就已經有基礎的這個項目 那另外一些是剛才市長所提到 就是說我們這個十年奧運計畫裡面 我們認為比較適合我們這個 在地的孩子能夠發展的這個項目 來做培訓這樣子 所以當初設定的是有這樣子的考量 十年計畫的考量 對對對 那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也是要看十年之後 到底有沒有去改變現況嘛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也是要進行檢討嘛 是 這個我們會來評估 就成如您剛才講的 專任教練的部分也是一樣 就是說我們也希望說 像我們這些優勢的項目 也應該要有正式的教練 來培訓我們的孩子 那我們也是責重點的學校 重點的區域來培養 說在這幾年內有十五位啦 你十五位這麼多的單向 你包含這次的專門客戶 就超過十項以上的項目了 這樣你這十五位的專任教練 我們專任教練有兩部分嘛 剛才議員您提的是正式的 是不是十五位 這個專任教練 那約聘的部分 就是我們二十再加十五 所以 約聘的部分有二十 另外我們還有那個約聘的部分 還有約聘的部分 所以約聘的部分 我們什麼時候有動作 也是一樣我們是一起 我們整個案子是一起簽的 約聘的部分有四十五名 所以這一次是排二十位 這個今年度 不是 我剛才講的是說 正式的部分 我們是二十加十五嘛 二十是原來就有的 再加十五名 所以您剛才提到說 今年三十五位正式的 三十五位正式的 專任運動教練 對我知道 那另外我們還會有四十五名 那四十五名的部分 其實現在我們也是在聘任中 聘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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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已經把這個簽程送出去了 就是我們現在就有 我們現在就有約聘的 你說約聘的就對了 這個我知道 那我們在項目上 我們會做 再做一些盤點跟這個 評估 就是說 對於我們要發展的 重點項目 跟學校有績效的 這個項目 體育班的部分 對 體育班的部分 我們都會來通盤的 來運用我們現在 這些教練的名額 來做考量 局長 我就覺得 我們市府 真的做事情 真的有夠慢的 希望就是積極嘛 積極趕快去處理嘛 聲音就不會這麼的大 那你都用講 用講的不好就不去做 你就說你做出來成果 大家看 其實我們有在做啊 對不對 不要說都講講講 講是沒有用的 有 之前也跟議員報告過嘛 就是說我們這個 約聘的這個教練裡面呢 其實我們也有考量到要做分級制 我知道 這個我知道 對 就是讓這些 即使他是約聘僱的教練 他也一樣就是經過他的努力 有績效之後 成績的部分 對 他就可以呢 在心急方面能夠有所提升 這個我們也做了 OK 這個我知道 是 好 局長請坐 謝謝 來 市長 我來請教一下 我們現在來探討一個 城市棒球的未來 城市棒球現在成立三年了嘛 是 那市長我給你請教一下 你怎麼知道他沒錢最好的心情 是什麼 他第一年打得比較好 第一年的時候 有全國性的比賽得到第二名嘛 那今年呢 今年 今年跟去年成績都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因為我知道今年 是連12強都沒有進入 對 所以我的想法啦 因為白白這麼多韓國 因為城市棒球他一年 有兩千多萬的預算 最基本的兩千幾萬的預算 跟其他的行動比起來 他多很多 對不對 那個 李議員 因為這個城市棒球隊 他的目的 當然能夠拿到冠軍是最好 不過呢 行銷台南市也是一個工人之一啦 沒有啦 市長我們現在 要有球隊就是要新積啊 對不對 我說真的啦 我們現在一年 花了兩千多萬的錢 在這個城市棒球隊裡面 說真的我們一年給他們兩千多萬 跟其他的大專學校比起來 我們都人家很多 但是我們的成績是如何 我們去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他們 總教練有跟我報告 就是說成績之所以不好 是因為 也剛好有碰到傷兵啦 傷兵的部分 上次局長跟處長有說到這個問題 而且他們好像是單淘汰的 就是說你十二強之前是單淘汰的 沒有 他們有分組啦 現在成 就是他們總共分了六組 32隊分了六組 那這六組裡面分組要第二名 他才可以進入總冠軍 就是單淘汰嘛 所以今年我們台南市 是我們分組第三 所以比較沒辦法力氣嘛 每一組是幾名 說 每一組要前二名 他才可以進入總決賽啊 分六組 對 然後要前二才可以進入 每一組大概五到六隊嘛 對差不多 所以這樣算起來說 我們台南市就是沒有進前十二嘛 那我們去探討這個問題 如果像總教練說的 傷兵多 那有一些狀況 那是不是在未來 我們給他兩年的時間 如果再沒有成績的話 我們設定一個目標嘛 沒有進入前八之後 我們是不是可以去思考說 讓我們城市棒球變成一個轉型 怎麼樣的轉型 怎麼樣的轉型 因為我們現在裡面 一個那個城市棒球隊的成員 一定有好的嘛 對 那我們是不是把這些好的選手 把他轉為到基層 作為基層的三級教練 那等於是 城市棒球隊要解散 是不是這意思 不然 我們就是給他轉型啦 不要說解散啦 說解散要聽啦 他也是一個城市棒球啊 你如果三級 三級棒球 拿成一個好的時候 我們也是一個棒球城市啊 我們不然說解散 說起來是不好聽啦 我相信李議員是 基於鼓勵啦 所以希望他們打出好成績 這一點李議員的好意 我會來要求人事棒球隊 張總隊長 應該 張總教練應該要多加點油 對就是我們探討一個轉型問題 另外一位跟 市長你給我講完 我給你發言啦 我的想法就是說 如果他兩年內 一樣 沒有打進前八強 或是前六強 我們一定要鎖定一個目標嘛 不可以每天開兩千幾萬的費用 結果都沒有拿到好的心情啊 這樣子我說那是錢在收耶 一直在收都看不到耶 那我們讓他們轉型為基層教練 然後不僅可以去讓這些基層 選手有好的 到人之外 你多餘的這些費用 你也可以納入在基層棒球 或是說你轉型到別 轉到別的項目也是OK啊 這是一個創造三贏的辦法嘛 是李議員 因為他們現在大概有三個功能 一個就是代表台南市出賽 當然目標就是爭取最好的成績啦 第二個就是平時 協助台南市行銷台南 第三個就是已經到基層 去指導棒球隊 其實這個基層指導棒球隊 這個他們目前都已經在做了 這個也是當初成立城市棒球隊 我要求他們的 那至於說兩年後 兩年後看成績來檢討 是不是做一個轉型 這部分我們再來研究 對啊 因為我覺得 我認為啦 我們花要花在刀口上 那您竟然說要用城市棒球去 塑造我們台南市的一個好的形象 但是如果你從三級棒球 你在各個層級 你都拿到好的心情 你看到我們台南市的棒球隊 就說這個台南市是最強的 最厲害的啊 這樣也是一種我們棒球的象徵啊 也是在推動我們台南市啊 而且我們如果把他們轉型為基層教練 我們還可以顧及到那些選手 對不對 別說那些選手 對 其實我不曉得 這我的棒球 這是我的對運動的看法啦 我一直都認為 輸贏是一時的啦 如果說我們城市棒球隊出去 能夠宣揚台南市的文化 然後贏得人家的尊敬 在比賽當中 將士用命 然後非常團結 贏得人家的尊敬 我覺得這個 比得到名次還要重要 這是我個人的觀察 我講這個是很現實的啦 體育你就是要 拿到金牌 人家會給你尊重啦 你拿到 你總覺得可以幫你尊重 對不對 這個是很現實的問題啊 我就是說 城市棒球隊的 我對他的定位啦 那當然你剛剛講的 我們奧運 十年奧運計畫 那當然就是要拿金牌啦 因為城市棒球隊是代表城市 這一群人出去 還有行銷台南的這個功能 那市長我給你請教啦 你竟然說用城市棒球去行銷 我們的台南市 這樣你倒不如找幾間啊 掃棒 輕棒 身體比較好的 去跟我們倒推動也沒關係啊 其實都有啦 掃棒 輕掃棒 輕棒 其實他們都有這個功能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說 你花了那麼多的費用 我們到底有沒有得到 那麼好的成效嗎 另外他還有一個功能喔 我再補充 就是說 我們的孩子打掃棒 那麼他可以在 國中的時候打青掃棒 那高中的時候打青棒 大學之後打城市棒球 對 市長我告訴你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意思是說 另外還有一個功能就是說 因為這樣孩子喔 的家長才會讓孩子放心啊 送他們去打棒球 因為他未來有一個出路在這裡 如果我今天我身為選手 我身體好 我要去職業耶 我要去支援喔 因為那個薪水的落差太大了啊 沒關係他優先去這個職業棒球隊沒有問題 我是說因為這樣一方位 你說二級三級的選手是不是 因為我們有城市棒球隊 主要是說我們台南市從小 哨棒 青哨棒 青棒 一路打上來的 這個也可以避免他們在 在青哨棒或青棒的時候被挖角到其他的城市去 就是說我這個城市棒球隊還有這種 這個就是讓我們的孩子有出路的一條路 避免他們被其他的城市 好比說一個月給他多少錢 這種方式的引誘 其實我們這個有這個功能在裡面 好 市長 我們講的都是我們的理想 我們的夢想 但是最現實的目前的問題 我們也要去思考嘛 因為我相信說很多人都認為說 市長你最重視的就是棒球 在我們很多人的觀感裡面 就是市長 您最重視的就是棒球 我也很支持籃球喔 其他球賽我都很支持 但是在 因為你所做的工作就是 我們看起來就是棒球的主要優先嘛 那其他的項目有可能說 可能是局長給市長歡迎 還是說 摩咪體育家的人給市長歡迎 多多少少受到一點的重視啊 所以我認為說 因為我們要去長期去規劃 因為我們不可以單單把一個體育經費 設置在一個個人項目 還是單項項目 我們希望是全方面的去發展嘛 那市長你說城市棒球的部分 當然是他推動台南市是好的啊 但是你要思考過 一年兩千幾萬 一年兩千幾萬 這樣一直在燒一直在燒 但是我們看到的 有沒有達到那個成效 所以市長我認為啦 你也是回來思考一下啦 跨城市棒球 是不是有這個轉型的機會 那如果有的話 行不行 我們想到更好的方法 把這些預算用在刀口上嘛 好不好 好 那個謝謝李議員 那我們現在休息十分鐘 那再接下去的那個市政總諮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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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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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adcast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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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